黄太极猝死之谜被揭开,死因过于尴尬,难怪史书没有记载。 点个订阅不迷路,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 从一些历史典籍以及影视作品中,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些统治者的死亡。 在这些死亡中,大部分的统治者都是死于疾病或是被人暗杀。 然而在清代的一本典籍里,曾这样记录黄太极的死因无疾而终。 因为这四个字,人们对于黄太极的死因更为好奇。 那么,黄太极死亡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能够让使官们纷纷避开这一历史事实而不谈呢? 作为封建帝制时期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是是非非,历来让人五味杂陈。 只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反清复明最终只成为了一种口号,明朝终究没能死灰复燃。 而清王朝的真正惦记者并不是影视剧中时常出现的那些皇帝,而是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被原虫患打了一个落花流水,在宁远之战中大败而归。 努尔哈赤抑郁不已,身体状况直线下滑,最终他的生命走到了极限。 临终前,他指定了皇太极为接班人,皇太极即位后历经图治。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志在破关,在他的苦心经营之下,最终确立了满清政权。 而他也登基称帝,入主中原,已成必然之势,可就在清军入关前夕,皇太极却猝死了。 关于皇太极的死,历史上有很多争议,而当我们翻阅史料后便能揭开皇太极的猝死之谜,死因确实有些尴尬。 这也难怪,史书没有详细记载。 诺尔哈赤对皇太极的宠爱是远远胜于其他儿子的,只是可惜,皇太极不是长子,不过这并没有影响诺尔哈赤对他的栽培,作为马背上的民族。 皇太极对于读书席字也很上心,当他的哥哥们骑马射箭时,他却能沉下心来读书,以至于让他在很小的年纪便已经有了处理政务的能力。 诺尔哈赤外出时,总会让这个儿子来主持家务,史书中记载,在皇太极七岁的时候便已经能熟练处理整个家族的事物,有时候甚至能猜透诺尔哈赤的心思,一度被其视为心肝,天命元年,诺尔哈赤建立大经国,分封了四大贝勒,其中次子戴善为大贝勒,侄子阿敏为二贝勒,五子芒古尔泰为三贝勒,八子皇太极为四贝勒。 可别小看贝勒这个封号,他们可是有实权的,按照规定,他们四人轮越职守,负责处理国中一切吉武,这也就是说,他们中有一人会是将来诺尔哈赤的接班人,可是等到诺尔哈赤临终前,四大贝勒中有三人已经失去了优势。 四大贝勒戴善与王妃纳喇是阿巴赤油染,使他失去了威信,并且被努尔哈赤废除了继承权。 二贝勒阿敏不是其亲子,并且参与到了其父舒尔哈奇的叛逃活动中,也被排斥在外。 三贝勒芒古尔泰生母,因藏金箔破罪而死,其本人也性情粗野,无人拥护。 所以,最终黄太极成为了接班人,而他也确实足够优秀,无论是政治眼光还是军事才能都非常杰出。 当然,他的身体状况也一直很好,毕竟他有15位后妃,11个皇子,14个皇女,如果没有足够的精力,或许后宫就会成为他的锁命绳索。 细细算来,黄太极在位了17年,这在历代皇帝中并不短,可是在他52岁的时候却突然猝死, 这在历史中,着实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毕竟黄太极的身体状况,在史书中并没有留下太多的生病记录,从他的后宫子女数量和日常行为上也说明了。 黄太极并没有猝死的症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些野史就说,黄太极其实是被人给毒杀的,而毒杀他的人是他的弟弟多尔滚,多尔滚也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 他的能力并不在黄太极之下,更为关键的是,他与黄太极的妃子孝庄一直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关系, 所以就有人认为,正是由于他们两人的关系害怕被黄太极发现,所以联合起来毒杀了黄太极, 这样一来,多尔滚便能掌握大权,岂时仔细想想,这种说法没有任何可以推敲的余地。 首先,孝庄是个十大体的女人,其次在黄太极去世之后,多尔滚也没有称帝,反而是黄太极的儿子继承了大统, 如果多尔滚真做了这件事,想必他不敢将自己的侄子扶持继位,毕竟这会要命,既然没有了毒杀的可能, 那么就只能是黄太极的身体确确实实出了问题,既然要找寻黄太极身体上的问题,自然要从他猝死前面一段时间入手, 而我们在推敲历史的时候,便能找寻出蛛丝马迹,人到中年总容易发福,黄太极也不例外, 从清朝的皇帝图像上和清宫博物馆所展示的黄太极的战衣和武器来看。 黄太极身材魁梧,而且体重不会轻,甚至有人推测,黄太极的体重应该有二百多斤, 此外,史书中还记载了黄太极有流鼻血的病症,尤其是在夏季,他所流的鼻血往往要用碗来成, 长次以往,身体必然会出现问题,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应该和黄太极的妃子陈妃有关,陈妃名叫海兰珠, 她是黄太极最为宠爱的妃子,没有之一,在黄太极登基称帝之后, 刚入宫一年多的海兰珠,就被册封为了东宫大福建,地位仅次于中宫皇后。 黄太极一生中,共有十五个女人。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未来抚养康熙的孝庄皇后大院,其次是海兰珠,黄太极最迷恋的女人。 其实,海兰珠在嫁给黄太极之前就已经嫁人了,也算是二婚了。 其次,海兰珠的美丽不如大院,贤德也不如折折王后,黄太极第一眼看到她就爱上了她,也许是因为她的软弱吧。 海兰珠的前任丈夫是部落的王子,但对她并不好,经常打骂她,就在来北京看望妹妹大院时,在花园里遇见了黄太极。 黄太极从此爱上了她,该怎么说呢?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感情。 如果你喜欢她,你就喜欢她,如果你不喜欢她,你就不喜欢她。 黄太极喜欢海兰珠什么并不重要,但有一件事相当耐人寻味,黄太极对海兰珠的偏爱,其实源于外界的阻挠。 黄太极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外界认为,黄太极会因为海兰珠的背景而讨厌她,当时黄太极就想喜欢她,爱上她。 而当后宫所有女人都觉得黄太极只需要给海兰珠一个普通的妃子时,黄太极却想给她最高的妃子位置。 陈妃,这个位置只是仅次于王后,可见黄太极对海兰珠的喜爱程度。 同样,两个人之间的爱是相互的,爱也是双向的,黄太极对海兰珠爱得如此之深。 所以,海兰珠对黄太极的爱一点也不少,海兰珠从来没有将黄太极视为皇帝,而是将她视为自己的丈夫。 如果黄太极另娶小妾,她还是会吃醋,耍小脾气,这是任何一个妃子都不敢做的事情,这是一种极其珍贵的感情。 在陈妃生下儿子后,黄太极立即大赦天下,这也就意味着在黄太极的眼中,陈妃之子就是她的继承人,毕竟大赦天下可不是一般皇子降生能享受的待遇。 可是陈妃虽然有个好命,但命并不长,在黄太极亲临嵩山之战指挥军队作战时,陈妃病倒了,黄太极听闻之后,立即放下军务网回赶,可是还没有赶到宫中,噩耗便已经传来,黄太极悲痛不已,甚至痛哭了七天,而在此之后,黄太极的身体便每筐愈下,甚至直接猝死。 黄太极和陈妃生有意思,可是这个孩子与人间无缘,出生不就夭折了,黄太极悲痛欲绝,重得六年,身在松锦前线的黄太极,收到圣经传来陈妃病危的消息,急忙赶回,可是到时,陈妃已相消欲允。 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代君主,这天下垂首可得,可是却连自己最心爱的女人的最后一面都没能见着,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自此以后,黄太极就没开心过,虽然没有以泪洗面,但终究是万念俱灰,据说海兰朱死后,黄太极经常会出现幻觉昏迷,最后昏了个几次后,就再也没有醒来,真是令人唏嘘,所以,这很可能是史书不愿多过描写黄太极之死的原因,因为不想被世人说,一个皇上竟然因为一个女子郁郁寡欢而死,说了这么多,不是想让大家去研究黄太极死亡的真正原因。 就是想带着大家感受一下帝王之情,原来也能如此之深,甚至可以为了他心爱的女人,万念俱灰而死,或许高高在上的帝王,也期待拥有一个普通,单纯又美好的感情吧。 一代泰国君主,由于思念妃子过渡,最终忽而离世,在封建社会,这样的一个结局,未免让人难以接受,更何况,黄太极还是九五至尊的皇帝,倘若民间听闻这样的事情,对皇家来说,是十分尴尬的事情,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史官没有将黄太极死因的真相导出,为了避免尴尬以及保留皇家的体面。 皇太极之死也就成了无疾而终。